哈啰 大家好 对 我叫张古博 我们今天讲一下那个《易经》 《易经》 《易经》六十四卦的解释 其实《易经》大家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 你知道吗 因为现在太多老师要故意强化自己的学问 把它讲得太复杂 其实《易经》是非常简易的 我以前已经在其他的代表讲过 已经在跟你讲三个概念 这是一个变化的 变异的世界 第二个 这是一个很简易的世界 第三个 这是一个不异的世界 不会变的世界 那还在跟你讲 我们现在所处的宇宙 所处的空间 所处的社会跟国家当中 它是不断的在变化 那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变化 你要去应募这个变化 如果你应募不了变化怎么办 你要学习适应 一定要适应这个变化 只有大智慧的人 有能力的人 他可以去对付这个变化 那如果说一般普罗大众怎么办 我们只有去适应它 就像我们有一句陈里讲的逆来顺受 刮风下雨的时候你就躲在家里 天气好的时候就出去晕一下洞 只能够这样子做而已 那易经为什么那么可爱 我常讲 易经我们拿它拿来算命是不大对的 算命不过是易经功能那么多当中的一部分 一部分而已 懂不懂 以前是同情那些瞎子啦 残障的朋友啦 还是说 比较没有读书的人 他要磨取 那个叫做一技之长 所以学这个 其实易经很活泼 像你们也可以学易经 自己沾自己的命啊 沾自己的事情啊 像我们那个以前那个总统李登卫先生 也是学过易经啊 比如说我要用一个部长 我要用张伍火座 参政部长的卦 看什么卦 这个卦已经跟你讲了嘛 这叫卦子跟你讲 这个卦好还是不好 那如果你的易经段数更高 还有这个location叫瑶变 易经都在讲阳瑶跟阴瑶 我会陆陆续续开64个卦词的带子 你们去看一遍 大概易经就会了 注意哦 易经是从下面上去哦 比如说你们可以去想办法 去买个那个硬币 像我们台湾那个硬币 有头的那个叫羊 没有头的叫羊 最好不要买那个有头的啦 因为我们这一行有一点机会就是 有人像的话 比较容易卡到阴 所以你可以买那个像这种硬币 有字的 叫做五帝钱啊六帝钱 买一个这个很偏 一个才十块钱而已 有文字的 有文字的 叫做羊 图案的叫阴 你就这样咬嘛 我就知道羊咬阴 六个咬出来 这个叫羊咬 这个叫阴咬 易经第一卦 易经第一卦叫做前卦 前为天 为什么这个卦 那么的有名 为什么 因为孔子 读了易经以后 单单为了这个卦 写了一篇文章叫文言 就单单来解释这个 写了一篇文章 一般来讲 如果你照到这个卦是很好 过关的 但是如果你要细推 看来讲六个阶段 我刚有讲 这个阶段是从这里上去 有没有 牛下往上 所以这是第一窑 这是第二窑 第三窑 第四窑 第五窑 第六窑 这个我们一般 专业那个叫粗窑 叫中窑 这个还好啦 这个也没有说那么严重 随便叫一二三四五六就好 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孔子在易经 每个窑都会跟你做解释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 只是属于一个初阶的 你只要知道他的大概一个 简单的一个 一个流程 跑的程序 跑的一个程序就好 第一个 这个在讲什么 粗窑在讲什么 初阶最要跟你讲 潜龙勿佑 这是一条龙 这条龙是潜龙 不是潜龙 潜龙 为什么叫潜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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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再跟你讲 第一个 这条龙还小 小龙 好像那个西方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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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瑟王 你还小嘛 你要报仇 报什么仇 回去再练个十年功 打掉仇 他跟你讲潜龙勿用 这个挂箱跟你讲 第一个窑 暂时不能用 所以一些高手 他们在张挂的时候 会加上这个叫窑边 这个地区 这个地区 练到哪里去 我们今天不讲这个 我们就简单讲一下 他的这个 挂箱 好潜龙 为什么不用 你还想 所以 如果你沾到这个挂 又摸到这个窑 会在这个 叫你说 这个工作你可以做 但是目前 你还是要忍耐一下 因为时机会成熟 你想要做5G的市场 可以啊 对不对 5G可以啊 问题是 对不起 现在时机还没有成熟 虽然5G将来是一个趋势 好像以前不是有一个LED光 那个LED灯 很多人在抢 无理是当时LED灯 这个市场的规格 全世界没有人定标准啊 到底是要3英寸5英寸 还是4英寸6英寸 没有人定标规 所以这个有一个风险存在 不是不能做 你的方法 你的方式 你的趋势是对的 但是现在时间不太少 好 那第二个阶段呢 这个桶稍微长大一点 大了一条条 它已经在填了 这条桶比较大了哦 慢慢的哦 你看它从1 长到这里了 所以这条桶已经渐龙在田 那渐龙在田干什么 它本来是海军啊 现在变成陆军了 已经在路上跑了 在田地上跑来跑去 很高兴跑的不亦乐乎啊 这个也是急哦 那第三个挂呢 还是一样 但是这条桶开始在思考了 哎呀 我江老师在这里跑的不是办法 我每天用手好奇也不是办法 我是不是要做一点什么事业啊 对呀 人家都说我是龙啊 他必须 他必须思考一下下一步 以便取得自我认定 有时候一个人哦 你不晓得自己是谁是很累 未生你死你是谁 生你之后谁是你 你每天要思考这个问题哦 未生我是日 我是谁 谁生 生我之后我是谁 有没有 这个要思考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第三摇 他在思考什么 自我身份的认定 很重要 很重要 我们常常在思考的问题 人为什么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你要知道你是谁 你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第二个 你在这里干什么 你的功能在什么 在哪里 你要知道你是谁 你正在那里干什么 你正在那里干什么 第三步 你要到哪里去 第四个 你要如何去 人生就是这样而已 一金生不生 六个窑就跟你讲人生 讲到这里了 小孩子啊 每天在地上滚来滚去啊 每天在船部跑来跑去上幼稚园啊 诶 稍微上高中青春期的 有点概念的 可以出去外面 跑一跑 交交男朋友 交交女朋友 这个才是思考啊 你是谁 你在这里干什么 你想要干什么 你如何去干什么 你想要做什么 你如何去做什么 开始思考 所以这一条往开始在这里 陷入一半了 人生的一半 开始在进入诚实的阶段 meditation 开始在思考 很好 已经完成他独立思考的能力 到了第四窑是最可爱的 这个龙碰到一个问题啊 cliffe 他碰到悬崖啊 他玩玩玩 有一天有没有 像我们去墾丁玩玩玩 玩到最后 总是会碰到那个断崖啊 怎么办 断崖 这个山跟那个山 还是有一个叫做悬崖啊 怎么办 回头吗 还是继续走 继续走会摔啊 这时候这一条龙啊 九四啊 这一条龙啊 他根本不晓得怎么办 他想要飞吗 摔死怎么办 不飞吗 走回头路吗 有没有 人生一定会碰到抉择 你做生意亏了两年 现在到底要不要再投钱下去 要不要 一投下去 可能学本不会 不投 前功尽弃 四百年前的莎士比亚 四百年前的莎士比亚 有没有 沙翁啦 你们叫沙翁 在哈姆雷特就讲过这一段 To be or not to be Laser creature 我到底要不要 要还是不要 没有人跟你讲 谁说易经 谁说算命是母亲 我跟你讲 当你人生碰到 以而未绝啊 不晓得怎么走下一步 你必须要问神 绝对不是谎间讲的 什么不问苍生 问鬼神 不是不是 你保证你今年可以平安把今年过完啊 谁敢保证 谁敢保证 这是一个无常的世界啊 什么叫无常 无常不一定不好啊 常就是恒定嘛 你说哇 你是一个无常 有没有无常 这讲一下重要概念 无常对不对 你们都想到那个 那个白无常黑无常 不是啦 常就是恒定嘛 人生是没有恒定啊 哪里这样的感情怎么有恒定 今天是情人节啊 对啊 有恒定吗 你敢保证明年这个时候 还是跟你原来的partner去吃饭嘛 你敢保证嘛 谁敢保证 无常常胜 人生是无常嘛 无常法 无常规 无常日 就像水一样没有一定的一个知识 所以他这个时候来讲 我们对这种无常的话 你就要平常心嘛 有没有笑笑 像习志摩讲的有没有 得知我信啊 你不得我命啊 不然你怎样 跟他打一下嘛 不行啊 你今天情人姐跟情人吃大餐可以 明年你还是吃大餐 如果你没有结婚 结婚也可以吃大餐 你敢保证你的对手 还是相同的男生相同的女生嘛 不可能 哦 我们讲这个 所以这条我现在一无一不解了 我要不要跳 结果最后这条龙决定了 毕竟是龙 我跳 一跳过去 霍药在天 即可 已经即可 跳过去了 他跳那一刹那 他从海军变成陆军 一跳过去 他现在变成空军了 这时候他已经在天空翱翔 飞龙在天 有没有 这个九五叫九五自尊 有没有听过 很多皇帝都说正有没有 九五自尊 就讲这个 这个九五摇 因为这个 这个我们 习惯叫做初六初九 九二 九三 九四 九五还是六二 六三 六十六 这个叫中摇 上摇 有人叫上摇 那现在你又出来了 他已经到这个 已经当空军了 很舒服在那边飞 可是这一条龙 野心太大了 他又冲到宇宙 宇宙 宇宙 他不仅在当空军 他还飞到宇宙 当做太空军了 所以这时候有没有 开始没回 第六 已经飞 有没有看过那个周星子年的那个 那个 那个翔龙十八掌 有没有 那个什么 什么状元 武状元的书籍有没有 他不是有一个看龙有悔吗 有没有 所以在实物上 我们再解释这个卦象 单单这个卦 你可以讲一个学期 因为这个卦在猜 还可以再猜六个 我跟你讲 再猜六个阶段 再猜六个阶段 这个六个阶段又有一二三四五 每个一要再猜六个阶段 信不信 为什么李登位是基督徒 对不起 李登位总统是基督徒 他为什么研究《易经》 其实基督徒是不能信这个 你是教徒就要祷告而已 为什么李登位研究这个 研究两年 你们可以查查 老师讲话要负责任 为什么《易经》这么奥妙 《易经》没有跟你讲的还是不好 任何人来套路第一关头痛 我现在像小孩子一样 天真无邪在水上流来游去 突然间我跑到路上去走一走 哎 觉得可以 可是我碰到危险怎么办 我要退还是不要退 尤其第三条 你在思考 我到底要怎么办 我是谁 我活着要干什么 我要做什么 我如何去做什么 你不是每天早上就起来 就是吃吃饭啊 然后找个女朋友 找个男朋友 然后生了一对小孩子 你又不把他养好 然后每天就是抱怨 我跟你讲 停止你的抱怨 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救世主可以救你 除了你可以救你以外 没有任何人可以救你 除了你自己可以救你自己 没有人可以救你 所以疫情上在跟你讲这件事 就是说 事可而止 你到这个地方当空间就很好了 你可以开你的X6 开你的幻象战斗机 开你的金瓜飞就好了 如果你开到啊 你开到这个太空船啊 我跟你讲 太空容量有限 这些氧气不足 只能够一个两个 到时候你到这个抗龙就有悔 什么叫悔 哎 高处不深含啊 你知道吗 你看看这些演艺人员到最高可怜啊 稍微胖一下 稍微胖一下 有没有 过个年稍微脸圆一下 真的 岁月是无情的杀猪刀 老师不怕杀猪刀 人本来就会肥 这个都会垮下还是正常 但是如果你是演艺人员 跑到这么高的地方就很长 人生最快要在这里 有没有 所以我们常常在骂人家 有没有 哎呀你这个女生不三不四啊 人生最可爱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第三摇 第四摇 三摇四摇一定要对 左边这个挂是六十三挂 为什么老师说这个挂很好 活水济气 已经有交接点完成了 你可以下去休息的 为什么这个挂最好 第一个羊 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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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平衡 很平衡 第二个 边爬也平衡 三阳三阳 一八分一百分 一百分 所以我去记 你看 水往下流 火往上烧 在这里交接了 产生水蒸气 这叫动能 这个就跟这张图讲的很像 有没有这张图 动能 一个阴一个阳中间交接 这个阴中有阳中有阴交接 它会产生一个动能 老外叫做气 我们中国人叫做能量 叫做太极 叫做无形的力量 这在讲这种东西 一定要交接 你看那个水往下流正常的 如果你到六四话是 火水未济 没有交几点 你知道这个话也很好 为什么 你问你的感情 我跟我女朋友 一定会有一个记忆 完成的修成正果 这个话是让你比对 稍微比对一下 所以我们今天就讲这个 《易经地瓜》就讲到这里 我会陆陆续去拍一些 简易型的《易经》 你们对这个友情 可以自己去上网去找这个带 然后自己选就好了 比如说你这样的 你摆出来是羊羊 摆出来是钱挂 钱为天 你的成功已经一半了 第二个 再看看哪个羊 这个稍微乱一点 如果你的《易经》在这里 一八分 在这个第四牙 什么意思 碰到困难不要回首 跟它拼下去 懂不懂 这就是《易经》的简列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 欢迎来跟老师分享一下 因为不同的理论 不同的途径 进去切一个事情 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资本主义在看这个社会 有资本主义的看法 社会主义在看社会问题 有社会主义的看法 没有说哪一个主义是对的 没有 现在很多修正行的社会主义 像我们中国的世界有没有 我们中国的社会演变 一定是奴隶世界 然后再进到封建的世界 奴隶的社会 然后封建的社会 那再过来就资本主义社会 一定是资本主义 然后再过来是社会主义 那我们台湾现在是资本主义的社会 我们又把它改成修正型的社会主义 就是资本主义它要改 因为资本主义剥夺太强了 我们认为不公平 所以要透过一些程序去把它改成 叫做修正型的社会主义 最终目的还是要走到社会主义 所以疫情你看6000就给你讲啊 我们的终极点就是走到社会主义嘛 到底是德式的 欧式的 美式的 还是台式的 还是中式的 不知道而已啊 就这样而已 今天讲到这里啊